導演其實產量還挺低的 好像上一部作品還是十年前 所以連這十年都在忙什麼呀 我在寫小說 因為我住在法國用法文寫小說 也是我的 不能說我的資源 但是我用很多時間這個中間 我平均也寫得很慢 兩三年寫一本 那葉孔雀這個籌備了多久 然後為什麼選擇以這樣一個故事來重新出山呢 還不叫重新出山 我是高興的就很想做 突然就有的時候很想做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呢 我自己是覺得是比較獨特的 就是比較 其實我不是真正完全是說做文藝片 我是做那種又比較雅 比較雅 又有一定的觀賞性的片子 這個呢 我覺得基本上是可以 這個故事我覺得是比較符合我 這個故事最早其實也是我和一個法國的編劇 一個女性一起 一個女編劇一起搞的 可能之前的片子其實還有一些滿年寫的議題 所以這次有觸及什麼比較深刻的一些主題 這次出擊了一個主題是 我滿年寫的嗎 我以前出擊了滿年寫的主題 沒有吧 有嗎 其實我的主題就是這三部片 以前我最早的時候做的電影 前面先在法國做過三部 用了一二十年做了三部 裡面只有男的 女的都沒有 我都不知道怎麼去學女的 女人是什麼我也不太清楚 只能崇拜 後來就做了一個小裁縫以後 很多人喜歡 我還寫小裁縫最早還是我的一個小說 很多女的走到全世界到處圈置 賣了很多地方 這很多女性簡直喜歡 都不知道要請我簽上那個 把裡面一些對白 騎我騎啥 他們認為我是很精通女性 所以我又做了兩個 這個就是第三個關於女性的 實際上這三個都是 都是對這種比較獨立自主的 這種女的的情感故事 對 他們願意追求自己情感的這種人 對 故事 那伊菲是怎麼接觸到這個項目的 然後伊菲覺得 葉孔雄這個項目對你接到四十年在哪 我是怎麼接觸到 我都不知道 就是有一天經紀人跟我說 有這麼一個本子找到你 然後說了導演 然後我就預感 其實他跟我說了之後 我就預感 我一定會 我想演 所以你現在到底有什麼標準嗎 就怎樣的劇本會特別打到你 我覺得倒不如說在什麼時候 在什麼時刻我遇上了什麼劇本 可能那個時候的心情會決定我跟這個劇本的緣分 所以劇本裡面最打動你的點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演員不可能說看一個故事 他很理性的第一眼就覺得 我命運相惜的感覺也有這種可能 但是大多數時候都是你願不願意去 踏入一個全新的未知的一個旅程 你願不願意用全部的精力 在這接下來的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你就做另外一個人 你可能要進入一個封閉的創作狀態 我每次都是這樣一個 近幾年來講都是這樣一個心態 這個片子我覺得 因為你第一眼看一個劇本 你只能夠直覺的感覺到 我覺得直覺的感覺到每一場戲 我都能夠想到 劇本是這樣寫 但是腦子裡已經有一些方向 就是我想深挖一些 極端的沒寫出來的部分 或者說是 這個領域是我從來沒有感受過的 或者這種個性和他的這個愛情 是從來沒有 就是一個某一個電影裡出現過 很新的一些東西 這場的挑戰就是要說法語 還有說現場說的應該什麼 對 對於你而言幾個難嗎 難 除了說法語還有說成績化的部分嗎 沒有 都說了 明白 那導演你覺得伊菲勒的法語說得怎麼樣 那導演你覺得伊菲勒的法語說得怎麼樣 說得 他的法語說得 說得 當時讓我大勢勁 我開始想他 我不太會 這個還是他學了很久 然後我聽上去的話 還有一點小小小魅力 他跟法國說的也不一樣 跟一般中國說的也不一樣 但是本身很有意思 所以您覺得他的法語和劉業的法語 誰說得好呢 劉業不太會說法語 對 他也會說一點點 劉業在這個我們這系裡面 我們用不上劉業的法語 因為劉業和他主要都是用中文在交流 劉業應該他 所以他 你看他的 他的 他的副人士的法語 應該是平常來發明 實際上我們這個裡面用不上 不是說他說得不好 這是您和劉業十幾年後在合作嗎 覺得他有什麼變化嗎 變化 這一變化 我覺得他好像比以前還漂亮 以前用它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好看 這次覺得他又不一樣的漂亮 對 那一個他 伊菲對待他 他做戲 就是說他基本上是演戲和人生好像區別不是特別大 他比較容易 你要表演一個什麼東西 他很容易就去 是吧 這簡直已經成了他人生的一部分 是這樣的 那伊菲和三位男主角合作有什麼不同的感覺嗎 可以分別評價一下他們 就是他的這種 你要說是這個戲精 我覺得他真的是下意識形的 完全在生活的演員 是完全在當下時刻的 但是他平時又特別逗 特別可愛 在現場他就是一個特別能夠挑氣分的人 然後在拍戲的時候 他也能夠很快的就進入狀態 所以其實是劇組的一個活寶 對 林寧大哥跟他是第二次合作 這一次的這個故事 我覺得 對於我本身來講 我很高興有他的加入 因為這個角色 就像是給他寫的一樣 也是非常另類的一段感情故事 我覺得林寧大哥的眼神和他的氣質 和他的那種內心有一種很重很深的那種東西的情感 我覺得特別特別特別棒 少群我覺得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這拍完這個已經是上一部戲 已經是第三次合作了 就是我們之間的溝通創作啊 和聊天啊 就是非常輕鬆 好像上次成都的大部位上 劉業是教你姐 所以他偏長都教你姐嗎 然後有這樣的第一感情故事 他在那個VCI裡面好像教你姐姐的 然後就現場真的姐姐 嗯 好吧 平常也平安 嗯 那其實你現在就是除了和大書挺的 就比如說您這樣的 也會和一些小鮮肉有搭檔嗎 就你自己其實更喜歡哪種內心 其實沒有內心可講 嗯 電影演的都是人的故事 就在我眼裡就是角色 嗯 那導演為什麼會選擇這三個男演員做男主角呢 然後好像您給他們安排的角色的身份 他們都挺文藝的 像就是淑井的那種研究者 然後蚩鮑那些 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安排 嗯 這個是故事裡面 首先我們有個故事 電影裡面有這麼一個故事 然後這三個人 我覺得很符合他們這個 從他們的外型到他們的這個 像黎明剛才 剛才伊菲說的 確實他是 黎明還傳 我需要這麼一個人 他這個年代的人的話 還有那種 還有那種 還保留著那種浪漫的那種 那種 那種東西現在 又有點憂鬱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是 我是 另外呢 劉業就不說 劉業已經活著過了 可以 我覺得 我可以再強調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 少群是 我是 因為以前是在這個 在 我在哪些 那個 陳凱哥的一個片子 但是我就覺得他很不足 我自己這次跟他 這個 我 應該說在這個角色上 他這個角色上 我應該說 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 這個我覺得 而且 他也有一種 美 余少群的美和這個 這個 劉業和這個 黎明的這種美 但他也是一種 很獨特的一種東西 從精神到 到這個 外貌 這種都很獨特的一種 一種美 這個 而且他做得很好 其實就覺得 三個男主角是蠻文藝的 依非生活中是一個文藝的人嗎 嗯 我覺得好像 不是吧 我生活中真的就沒什麼 正型 對 就不要把大家騙了 哈哈 就沒有正經 你覺得是什麼 就是比較隨 隨意比較 有時候也可能在家裡 很長時間看書不出門 有時候也很願意到處玩玩啊 然後呼呼啊 嗯 就很隨性的 那如果不出門的話 會洗頭嗎 嗯 我還是要洗的 嗯 嗯 那所以還是 還是保持能女神的樣子呀 好吧 那所以你平時在家會看什麼書呀 就是粉絲特別關心那個問題 嗯 我看了書的類型 其實他們已經都大概了解了 嗯 對我怕說多了他們會煩 明白 在這戲裡面其實你這個角色有翻斷邂逅嗎 然後就是很多單身狗就想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有這麼多感情 然後有些人還是單身狗 所以可以傳傳達一些這個 就是教大家一些聊喊的密集嗎 我也在想 嗯 為什麼艾爾莎這麼生男生懷孕的所有小朋友 導演這個問題 對對對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解開 我自己答不了 因為我沒這樣的經歷 哈哈 就這個 艾爾莎和這個 應該來說 艾爾莎跟 她是一個 中國 中國女性 對不對 但是她在法國生活了很多年 嗯 她這個時候還帶有一些法國人的特點 這個法國人特點 這個就是說感情還是比較豐富的 嗯 是吧 感情也是 感情人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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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 在在法國的國家是在這每個人 在我們也很多 但是在他那是到另外 是 呃 我覺得這個這個 我覺得可能一個 她這個並不是 我解釋一下 就是她這個是三段情感 三段是不一樣的情感 就是說性質不一樣的情感 所以這個 伊菲的角色來說 她就是 並不是說她去愛了三個人 不是講的這兩個故事 是吧 是講的是有 她和三個不同的男的之間有三段不同的情感 嗯 這個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嗯 嗯 每 不用說劉亦菲 我們每一個 我認識的可以說每一個女的都有 她是一個人是這個情感 嗯 嗯 知道 就是 你更喜歡粉絲的稱呼你 我以為老公還是老婆呢 啊 我覺得怎麼稱呼他們都可以吧 覺得他們對我的愛稱嗎 那我的話還是我 嗯 明白 嗯 就 我們很想就是聽你用法文跟粉絲 就是說一句 可不可以說親愛的粉絲們 我想起你們了 我都忘光了 寶寶眼線上我教一下 現在人家 教什麼你說的那種 親愛的粉絲們我想起你們了 這個 法語有沒有那種粉絲這個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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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影迷我想起你們了 啊 就是 啊 叫一非說你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粉絲特別想聽你說法語 嗯 那我要教 所以就看電影啊 我現在真的忘了 嗯 她說要我教你 教一下 嗯 對啊 她是說的這句話 那我知道 每 我愛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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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的 我是英武学生的 挺好 学到很好 对 我觉得本次能听见你的声音就特别开心了 都包含了 请不要把他和艾尔莎的法文对应 这个是由于追求的 所以那性的法文当时是说得挺好的什么 对 就是完全开心 这个人他演他进入到自己的角色 就变成了某种程度上 变成了另外一个 有的时候是变成了人物 有的时候变成了另外一个 这个完全他自己 所以他有的时候 有不知道哪哪一种力量 一旦你进他那个时候 有些话里点出来 你和你刚才像这种 学每一个字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导演回答一下 你觉得他和艾尔莎像吗 他说艾尔莎 他就是艾尔莎 不然现在像不像 对 伊菲就觉得很像是吗 就是为什么呢 不会把我像 除了这个呢 在其他方面像 也不像 艾尔莎的这个 其实演员的每一段经历都跟自己不像 基本上除了你也自己 对吧 所以你之前的角色就没有一个跟你像的 是没有 好 那有想过去演员跟自己比较像的角色吗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像属的类型 对 我觉得我是比较 那个 那像你一般看什么样的电影 会比较引起自己的共鸣呢 嗯 我最近看动画片比较多 嗯 可以分享一个你最近最喜欢的 在微博上说 《疯狂动物生》比较好看 哦对 对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我喜欢 嗯 哦 那个Flash 还有 那两个主角都很可爱 哦对对对 嗯 特别有人气的 对 叶宏雀这个意象 其实是不是比较悲剧的呀 导演 你可以透露一下吗 这部戏是悲剧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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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悲剧的 还是 还是 最后结束这些都还是 比较 比较正能量 比较 比较平静 比较阳光的 嗯 明白 是否在法国拍了多久啊 拍了十来天吧 嗯 那在法国的片场有什么好玩的事 可以分享吗 哦 导演,你想想 他说的什么我都不想 所以在法国片场 你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分享 嗯 你 我是当导演的 在片场有好玩的事情 就不可能啊 对吧 比较专注 我们是 只能说是不尽职了 所以说我还没注意到有好玩 我每天都很紧张 生怕没有排好一场戏 生怕没有完成 特别好玩 其实我也跟导演还挺像的 但是我注意到了一点 因为饭还是要吃的嘛 每天 我就发现他们午饭的时间特别长 这点是午饭吃了三个小时 第一天 吃了三个小时吗 法国工会有 工会很厉害的 工会有规定的 所以中午饭大概是一个小时以上吧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你如果那个的话 可能老板就做监狱的 或者很高的罚款 这个是工人的权利 劳工的权利 所以不光是他这样的演员 最小的工人也是有这个权利的 而且菜单上来 必须有几种菜 不能吃盒饭 有开头的那道菜 中间那道菜 不论第一道 还有原本 还有小酒 这就是工会保证的 每个劳工中午的菜 你会吃过最好的剧组餐吗 我就是瘦虫若惊 我拍第一天记得是 当然后来有提 因为导演觉得那个午饭时间太长了 我们这种可能比较不习惯 第一天我就看了那个正志的 铺了一个大长桌子 就是那种宴会桌 然后被杀起面 然后各个部门都坐起来 然后说要大家想 菜看上了好大一盘 然后红酒 然后咖啡甜品一道一道 聊圈 聊天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很轻松 其实它们的效率很高 每天做的效率是 应该也算一飞荣航这么久 就是工作时间最短的一个剧组是吗 应该是 导演就这部戏是十年后的一部星天吗 就下一个星天可能还需要再等多久呢 我都不知道 我因为有的时候也写小说这些 我还是跟他性情走的 那个突然有个故事 这个故事它是很 就只适合做电影 要不要写成小说 因为我跟我的那个出版社说我要做电影 他说可不可以先写成小说 我就想一想 这个不好 所以说我是遇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想念 也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是几年以后 也可能就再也没有了 就不想做 都有可能 那依菲现在有定下来的星系吗 就是说大家你们知道了几部拍完的 有没有定下来的 我想你用你的话 但是有在谈的 就有没有确定的 就在选最后再选择 好明白 还有最后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你对当以后这件事有没有规划 因为你现在出来一个久了以后的新的冰箱以后吗 你不觉得有压力吗 自己会规划什么时候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说了算 但是我一定会 我只能说我自己绝对要完成我自己的梦想 就当一个好演员 所有形式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如果说对演员是一鼓励的话 那是非常好的 但是不能直接追求结果 因为我享受的是过程 嗯 好